为者为今全身散发帅气魅力的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和亲切自然充满正能量的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一起在市议会开箱市议会 请基隆在地资深设计师设计 写有龙吟德瑞 喜气祥瑞的龙年春联 以及一元开运金和红包带 特别是今年也是基隆市从1924年升格为市的100周年 这些春联议员开运金和红包带将分送给各区市议员 再由议员们发送给市民好朋友 祝福大家贾成金融年 行大运平安幸福发财 今年刚好是贾成金融年 那也是我们基隆市正式改制叫基隆市的100周年 今年2024年 我们1924年开始叫基隆市 所以今年是一个别具意义的一年 那刚好也是龙年 所以我们基隆市议会特别有别于以往的公版设计 特别请我们在地基隆的设计师 设计出一套这个春联 还有议员开运金及红包带 来祝福我们新的一年市民平安健康 然后龙年幸大运 所以我们今年他们设计叫做龙吟德瑞 龙也取自于基隆的龙 那我们今年会在这个 下周开始发放匪各区的议员 到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到各区的议员房那边去索取 那我们也会有少量的开运金来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平安健康 议长童子伟进一步强调 议员开运金还特别送到庆安宫祈福加持过 相信会让市民好朋友好运旺一整年 我们今年这个议员开运金设计的非常的可爱 那重点是我们也特别经过这个庆安宫道长的一个加持 希望祝福这个市民朋友 那我们今年这个因为特别有设计感也经过拜拜 希望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目的 它可以不浪费 希望未来可以变成大家 今年放在办公室或是家里的一个白石 可以创造我们的一个环保的一个概念跟理念 资深设计师林玉航也说明设计龙吟德瑞春年的意义 今年我们会用龙吟德瑞这四个字 其实龙吟之曲字胡啸风声龙吟云翠之意 那德瑞的话就是厚德辅具祥瑞云集 就是代表我们基隆2024年 在就是一个在非常一个好的专况下 让创造更好的未来这样 那这个龙的部分的话 这个龙其实它龙生跟龙尾它盘成一个如意解的形状 那上面用一些很吉祥的一些纹饰下去做 我们把它称作为一个欢喜龙的一个概念 所以它看起来是非常喜气 基隆市议会的龙吟德瑞春年 议员开运金及红包袋 预定1月8号以后 就会陆续送到各区市议员服务处 开箱后 议长佟子委和副议长杨秀玉 更是一起到基隆市议会大门口 迎着朝阳张贴龙吟德瑞春年 整体气氛 一下子就变得喜气洋洋 童子委和杨秀玉也提早向市民好朋友拜早年 更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到基隆市议会走走参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都不愿意得boro 售通风 质素原的社会